本节目由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一帮打工仔 各个银行卡出现上百万资金往来 涉案金额5000多万元 他们有着怎样的秘密 赚快钱的年轻人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黄某和刘某家住吉安市集水县 年龄20岁左右 前段时间根据线索警方侦查发现 两人的账上突然多了很多钱 一天的银行流水 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我们截取了他其中一天的银行流水 单单是这一天 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12点钟 他的总共转账比数就有187笔 转账金额超过40万元 事实上在此之前 黄某和刘某做着普通的工作 赚取的也是普通行资 黄某是一名出出茅座的网络主播 刘某刘某则跟着父亲在公地上做事 以往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几千块钱 但是最近几个月 他们银行卡的入账金额打得惊人 那么这些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黄某今年19岁 初中辍学后 他早早地走入了社会 起初是在商店里打零工 年初他跟着朋友到泉州做网络主播 虽然有些不放心 但是王辉最后还是同意女儿去外地工作 并叮嘱她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五月王辉回到集水老家 他的几张银行卡上突然多了很多钱 每天都有大额的资金往来 同样的情况 出现在了今年22岁的刘某身上 他在广东生活一段时间后回到老家 银行卡上也出现了大额的转账 他跑到广东去了 他银行流水这么多钱 你晓得吧 我想给一次就是独自买老薰 我看你这位好看 我也有个人 还不知 只有独自买老师 我已经在闪了 你先去黑 wall 我低于烏银行卡上 我可以觉得 什么 我真的不是 你当中生没难 我只说 我没难不得 这点 我和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葛洪药膏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膏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贵龙药膏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两个近期经济状况异常的年轻人 有个共同的经历 就是都在外地待了一段时间 那么他们银行卡里的钱 是从哪里来的呢 5月 吉水县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的线索核查到 吉水一伙年轻人资金往来 存在异常 他自己砍的流水 就是每一天都是不同的对象 跟他转账 快进快出 而且机会非常大 发现这个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 而且有过一两次 我们官局对他过行政处罚 然后平时也没有什么政治工作 就以他的身份来说 他是和银行卡里的资金量 明显是不相符的 通过侦查民警发现 黄某和刘某等人 经常在一家装修店里聚集 在沿街这一排店面里 这一家装修店显得有些特别 每天都是大门紧闭 警方判断 这伙年轻人 可能正在从事跑分的违法犯罪活动 跑分就是指利用我们的银行卡 来接收境外一些这种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犯罪 他们的账款 然后来帮助这些犯罪团伙进行转移 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转账 然后从中赚取收成 他这个代表的危害主要就是说 协助这些境外的这些网络犯罪分子 协助他们进行洗钱 然后第二个人让我们公安机关 不能够进行快速的追踪 查到这些诈骗分子的真实身份信息 经过近一个月的侦查 警方发现 这个团伙在集水县城有两处窝点 工作人员有十人 8月17号 警方发现了其中一名主犯的行踪 然后正好那天其中有一名犯罪行业人 他在网吧上网 然后还有其他团伙成员 他们也都看了下来 他们都也都在我们集水本地 具备了一个这个收网的条件 当天警方将这一犯罪团伙一锅端 查封作案窝点两处 现场缴获作案车辆两台 手机19部 银行卡40多张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通过召集社会 闲散人员提供的银行卡 帮助境外赌博 电信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跑分 俗称洗钱 涉案金额高达5000多万元 他们这个团伙是这样 他那个成员固定的成员 可能就是四五个子人 然后很多的就是说 给他们提供卡的这些人 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银行卡 出租或者是出售 给他们这个团伙用跑分使用的 银行卡的话 他们除了提供自己本能的银行卡 可也会去找一些自己的亲戚朋友 或者他们团伙中也有专门的人 专门去向一些这种 社会闲散人员 收他们的银行卡 达以承诺 给人家高额的利润 来用别人的银行卡 一帮打工仔 各个银行卡 出现上百万资金往来 我们截取了他 其中一天的银行流水 单单是这一天 从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十二 还要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一名主犯在福建接触到跑分 学习了一段时间后 回到集水组建起了自己的团队 他们整个团伙中有一个人 他是之前在外地的时候认识的一个福建人 然后通过这个福建人那里 他们先是组织了一伙人到广东去学习 在不广东跑分 在广东大概跑了一个月以后 觉得这个东西来行不些快 学到技术之后 然后就返回到我们本地来 然后搭建了一个这样的摩点 自己当老板自己来搞 都是基本上着急着自己身边的一些好朋友 反正年龄段都是20岁左右 9月6号在吉安市看守所 我们见到了犯罪嫌疑人李某 他是黄某的男朋友 黄某加入到跑分团伙后 将自己的男朋友也拉了进来 在这个团伙中李某每天的工作 就是根据上线的指令进行转账 他们是有一个专门 他是发交信息过来 说转给谁 然后名字我们的转领 你们转的钱是哪来的 我也不清楚转的钱 反正我是盯着那个手机 他叫我转给谁 将那个境外转过来的这些钱 通过这些银行卡拿手机操作 通过银行卡把钱洗出去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 其实每转进的一笔 他们转走的一笔钱 可能背后都有无数个家庭的 这些都是人家辛辛苦赚的血案钱 犯罪嫌疑人刘某 主要为这个犯罪团伙提供了银行卡 作案场所和交通工具 我不是交通工具的 他说因为他知道 我有好几张银行卡都能用 你这个朋友怎么跟你说的呢 他说好像是怎么网上刷单之类的 网上刷单 你觉得可能吧 可能是网上刷单吧 因为之前跟他是朋友的关系 我也没想到他是这样子 5月至8月 刘某陆续提供了4张银行卡 从中获利上万元 你抽筛算钱怎么算 给你的卡怎么算钱 他们说看业绩吧 业绩是什么意思 业绩就是好像是查了很多东西 然后就盘点给我吧 怎么反 怎么反他也没告诉我 反正一个礼拜 差不多有两千块钱左右 事实上 刘某从事装修生意 每个月收入也不错 他却选择了这种看似轻松 又赚钱的工作 你自己做这个装修的生意 你平常能赚多少钱 能赚两到三万块钱 一个月 就是一个单子 一个单子 相当于一个单子 三个月 平均下来一个月就一万块钱 现在后不后悔 相当后悔 刘某供述 在跑分过程中 银行曾提示他 临下银行卡资金往来异常 这时他已经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涉嫌为妨 但是在利益面前 他没有收手 有一天银行的人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我的卡有什么风险 你自己都反映到这个事了 你干嘛还做 脑子抛掉了 采访中 犯罪嫌疑人提到 他们参与跑分 是因为干这个轻松又来钱快 事实上 在这份好工作的背后 是受害人的血泪 是以触犯法律为代价的 在此 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 不要出借 出租 出售自己的银行卡 手机卡 还有支付宝 微信账号 等等第三方支付的信息 否则就可能构成帮信罪 也有错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